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鼓励政策类型 首先来看一下剩余鼓励政策 注意每一种鼓励政策 我们一定要熟悉它的概念 这是在计算鼓励支付额的依据 按照剩余鼓励政策的话 也就是说我们将来有比较好的投资机会的时候 那就得需要筹集资金 那么这个资金呢 他说要按照目标的资本结构去筹策 按照目标资本结构去筹策的时候呢 这里面的权益资本 我们说优先是从你的净利润里面留下来 如果说你净利润里面留下来 如果还不够 这时候那就发行股票 再去筹策资金 如果说你的净利润在满足这一部分权益资本之后 还有剩余 他说剩余的部分是可以进行鼓励分配的 那这时候你看一看 根据我们剩余鼓励分配政策的概念 这里面考虑没考虑以往年度未弥补的亏损呢 考虑没考虑你提起的法定盈利攻击呢 都没有 都没有的话就意味着按照剩余鼓励政策 再去计算这个股励分配额的时候 你就不需要考虑那些事情 那些事情即使条件给我们了 那也是干扰项 明白了吧 好 那我们说按照剩余鼓励分配政策 那我们这个股励分配额到底是多少呢 比如说我们未来呢 有一个比较好的投资机会啊 这个投资机会怎么样 比如说需要投资多少呢 投资是1000万 投资1000万 这个目标资本结构呢 比如说现在告诉你了 这个债务啊 比如说占40% 然后这个股权呢 然后比如说占60% 这就是目标资本结构 那么也就意味着 你为了能够满足未来投资1000万要求的话 那么这1000万里面怎么样 应该有60%是股权资金 那么多少呢 那就应该是1000万乘上60% 这块怎么样 应该有600万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权益资本吧 权益资本 比如说呢 现在告诉我们了啊 说我们这个净利润多少呢 比如净利润为800万 注意我们的时间 比如说我这块怎么样 这是这个2022年 我要投资这么多 然后呢 我这块是2021年 它的净利润 也就意味着我在确定2021年这个股利分配额的时候 是不是满足未来的这种投资要求吧 那现在就问你了 说21年的时候 我应该按照剩余股利分配政策 我应该分多少股利呢 那你就可以看看了 你这是800万的净利润是不是啊 那就是800万的净利润减去你这个满足未来投资里面的权益资金是600万 做这块怎么样 剩下200万嘛 就说你在21年的时候怎么样 你可以用于股利分配的金额 那就是200万 这就是剩余股利分配政策 它的一个股利支付的算法 接下来呢 我们说了 为了能够正确的理解这个剩余股利分配政策 有些地方呢 我们还需要特别强调一下 一个呢 就是我们在剩余股利分配政策里面提到了 就是说保持目标资本结构 那么那个资本结构怎么来衡量的 它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是长期的有息负债和所有权益的这种比例关系 关于资本结构的这种衡量 其实我们有太多的这个指标的是吧 你比如说我们在第二章里面讲 那么资产负债率呀 产前比率呀 权益成数啊 这都是这个资本结构衡量方法 还有那个长期资本负债率呀 那个长期资本负债率跟这个是一回事不 长期资本负债率是非流动负债 然后除以非流动负债加上这个所有权益 是吧 跟这个还不一样 那个非流动负债讲的就是长期负债 长期负债不一定都是长期有息负债是吧 这个要注意的 那么再有这个比如说告诉你了 说我们这个在筹资的时候 说满足未来这种投资要求 说负债啊 占40% 说负债占40% 然后呢 说股权啊 占60% 就像我们刚才举那例子 人家这里面这负债占40% 人家也没说是啥负债 你纠结他干嘛呀 我们有的东西就善意纠结 说我们未来投资需要一千万啊 他说负债占40% 那个负债是啥负债呢 那没有什么其他说明的时候 你就得把它理解为是什么负债 那就是长期有息负债呗 我们有些考生就得想纠结着 哎呀 这负债里面有流动负债呗 然后这负债里面 那个长期负债里面 如果有无息的考虑没考虑呢 你想那么多事干嘛 你如果这个树放这之后 你不用它 你有别的树可用吗 所以这就是我们做题的时候呢 人家出题的时候 本来是很简化的东西 结果你肥的想的那么复杂 这是第二个 那如果说我们在这个题中 告诉很清楚 比如说这里面有多少流动负债 然后有多少这个长期借款 还有多少这个无息的长期负债 如果这些东西告诉很详细的话 那你就意味着什么 必须得用谁 必须得用长期的有息负债 然后占你整个这个资本的一个比例关系 明白了吗 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 所以说有的是做题的时候 不要故意纠结 另外呢 他说保持目标资本结构 说这个保持目标资本结构 是一直都保持吗 我们说不是的意思 我们说这个保持目标资本结构 也就是说 我们在筹集这个投资所需要资金的时候 你比如说我们说了 说我们这个未来投资啊 这个需要一千万 那就意味着这一千万 我就按照这个目标资本结构 负债占百分之40 股权占百分之60 按照这结构来筹集资金就OK了 你比如说我们这里面说股权占百分之60 好了 那就是一千万 然后成立百分之60 对不对 那么得到结果呢 是600万 不就这意思吗 那么如果说你的净利润小于600万 咋办呢 那如果说你净利润如果小于600万 就意味着你把600万全留下来不够呢 你比如说我的净利润多少呢 你比如说我的净利润 假如说有450万 那么净利润450万 我们这里面按照目标结构要求 应该有600万的全益资本 还差多少啊 我们说还差150万 那就意味着另外的150万怎么办呢 我们说就叫增发股票啊 增发股票 这都明白了吧 那么另外的40%呢 那就要靠长期的有息负债来筹集资金 是这个意思 那么也就意味着我们这个保持目标资本结构 也就意味着我们的筹资 那个10点上按照这个目标结构去筹资就可以了 而不是说以后都得按照这个结构去保持 那很难实现 那很难实现 好 接下来 就是我们在这个 按照剩余鼓励分配政策 说我们这个把分配的现金鼓励金额算出来了 你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啊 如果你进入利润有800万 然后呢 满足投资需要的全益资本是600万 中间差还有200万 那200万怎么样 我是可以进行鼓励分配的 那公司说了 我没有那么多现金咋办 你有没有那么多现金 跟我们这个鼓励政策有关系吗 没关系 你如果说你现金不足 拿不出200万 当做现金鼓励发放 那你就属于营运资金的管理问题 那你筹资去呗 对吧 你通过这种短期借款 然后把200万筹集到位 就行了呗 然后去鼓励发放 所以说你现金鼓励的支付问题 那属于营运资金管理问题 而我们这里面讲的 鼓励分配政策制定 那属于什么 那属于长期资本的抽策问题 对吧 你留多少分多少 不要给它混落 不要给它混落 然后接下来 那我们在这里面说了 说2022年的时候 我们说需要 有一千万的这个投资 有这么一个项目 小一千万 那我们说你2020年的时候 有一千万的这个投资 那我们说了 那你资产到底增加多少呢 说你资产是不是也增加一千万呢 那这个时候你就要注意了啊 这可不是 为什么不是 那就意味着我们在为满足未来一千万的这个资本里面 其中一部分是你的内部的利润留存 内部的利润留存呢 是从你净利润里面留下来的 是吧 那么也就意味着你净利润的其中一部分是留存下来了 满足未来投资要求的 另外一部分是进行股力发放 股力发放的话就流出洗液了 那就导致资产减少了 是吧 那么另外呢 我们说你这个增加了一千万的这个长期的这种投资 我们说真正能够导致资产增加的数国是增加多少呢 你从外边取得这种借款 从外边筹集资金 它会怎么样 会增加你写资产是不是 然后怎么样 再把你支付的股力属于流出 把它减掉 那个差额部分才是真正的怎么样 导致你资产增加的数字 可能我们就说 理解不了 其实这里面如果理解不了的话 就说我们会计不过关 会计的基础相对的薄弱 那好了 那我们拿数来说明一下吧 比如说呢 我们这块的净利润是有800万 本年 那现在问各位 本年的净利润800万 比如说这是什么 这是这个2021年 2021年的净利润800万 那我问一下各位 这800%的净利润 在没有分配之前的时候 它应该在我们的股东权益里面的 对吧 而且它对应的应该 左边应该是你的资产 没问题吧 有人说 理解不了 那你再想想一下 净利润怎么形成呢 净利润不就是你这块的收入减据各项成本费用之后的差额 算是净利润吗 那你收入里面比如说有个应收账款 如果借记这个应收账款带去一个什么营业收入 我先不考虑增值税问题 是这意思吧 你看应收账款是不是在资产费表上 那个资产那块呢 那么你记住收入了 那么收入减据各项成本费用 是不是有利润 净利润在那个股东权益里面呢 没问题的吧 那我们说了 这净利润800万是在股东权益里面了 然后呢 左边是对应的我们这块有资产的 让记者说了 说2022年的时候呢 比如说我这里面有1000万元的投资 而且呢 这个投资在筹措资金的时候怎么样 他说这个负债呢 是筹措40% 那言外之意另外的60%怎么样 是靠股权来筹资的 那现在就问我们了什么呢 他说这一项投资 会导致我们资产增加了多少 那我们就来看一看了 那就说为了能够满足 这些那种投资要求的话 我们得需要有多少权益资金 我们说有600万 那么这600万权益资金从哪来呢 我们说优先是从你的净利润里面来满足 那这样的话怎么样 我们用于股力分配的拿走200万 用于股力分配的200万 那就会流出企业 流出企业的话就导致资产减少了 那么另外的600万 他本来就在股东权里面待着了 留存吗 这部分他不会导致资产增加了 是吧 那接下来 那我们这里面还有40%是负债呢 负债是从外部来筹坐资金的 所以这块有400万的债务资金 要流入企业 流入企业就意味导致资产增加了嘛 因此呢我们说了 你最后资产到底净增加多少呢 应该是流入企业的债务资金 导致资产增加的 那么另外的200万的先行股力 是流出企业导致减少的 因此呢我们说 你这项投资其实真正的是企业 资产增加多少呢 你就增加了200万 这个大概要熟悉熟悉 是不是 这里面理解的时候呢 关键在哪 关键就是说那个800万的净利润 你得知道它是在股东权益里面反映的 然后对应的左边就已经有资产了 因此呢我们说 你这600万的利润留存 它就不需要再额外增加资产了 因为在这里面已经显示出来了 它跟资产分别 左边的资产有对应关系了 所以这是关键点 我们说讲快一下 这个借贷级张 讲的双方几张嘛 是吧 接下来 我们说按照这个公司法规定啊 这个当年的这个净利润 在这个弥补上限亏损之后 我们这块还要提取一个法定的盈余攻击 那这里面你注意一下呀 这个法定的盈余攻击 它的提取的目的是什么 提取目的是为了能够满足一个利润留存的要求 你比如说我们这块啊 净利润这块是八百万 净利润八百万 那就说按照这公司法规定啊 比如说以前年度呢 没有这个亏损需要弥补 那就意味着这八百万怎么样 我要提起百分之十 那八百万乘百之十 那就说这块怎么样 有八十万要作为法定盈余攻击 那么也就意味着什么呢 你当期的净利润八百万 必须得留下八十万 这是一个利润留存的约束 那接受了 那我要留存八十万还有多少呢 还有七百二十万 那现在想一想 那我在当年分股利的时候 我可否分的股利超过七百二十万呢 可不可以 有钱就分呗 你满足了法律规定 我留下八十万就可以了 你具体分股利的时候 把这七百二十万都分走 以前还剩这么多收益呢 把以前再拿出八百万来 但也分走 可不可以啊 完全可以 所以说呢 法定盈余攻击的提取 不是对股利分配的限制 那是对利润留存的限制 必须得有八十万留存下来 具体分多少股利 那是你企业自己定的 有钱就分呗 那么接下来 如果在剩余股利政策下 那我们可以考虑一下 那你企业会不会动用 以前年都未分配利润 然后增加你的股利的发放呢 我们说了 你还有额外资金需要补充呢 你资金本来就不那么充裕 然后你还把以前年度的 这个未分配率拿来 在本年把它分出去 你说你到底缺钱还是不缺钱 你把原来的留存拿过来 当股利分下去了 你再从外边筹缩那么多资金进来 你从这个经济上 它也是不划算的呀 对吧 所以说呢 在剩余股利政策下 如果有额外资金需要补充的时候 基本上说 以前年度那个 为什么利润 通常不会拿来 作为本年的股利发放呢 所以说怎么样 我们本年发放的时候 只是你在满足这个权益投资之后 本年剩多少我就分多少 就这个意思 是吧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个题 他说公司呢 基于不同的考虑 会采用不同的股利政策 他说采用剩余股利政策 公司更多的关注是什么呀 那你就想一想那个剩余股利政策 它的基本特点了 我们未来有好的投资项目 我得满足这个投资项目的资金需要 所以说怎么样 考虑到投资机会 那我们为了满足这个投资项目资金 筹策的时候 要按照这个目标资本结构去筹策 是吧 那么按照目标资本结构去筹策资金的时候呢 它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贵最低 所以说怎么样 考虑到资本成本问题 你说了 他考虑没考虑流动性啊 那如果要考虑公司流动性的话 我就不分配了都留下来 那就考虑流动性啊 所以说很显然 没考虑这个东西 没关注它 他关注了这个盈与稳定性了吗 我们也没有 根据我们这个剩余股利分配政策的概念 那就是为了能够满足未来投资的要求 然后按照目标资本结构 看一看 我需要多少权益资金 而且这个权益资金怎么样 我优先的是从你的净利润里面留存下来 满足投资要求 对吧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说正经形象怎么样 那就是C和D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个题 假公司呢 2020年初呢 未分配利润呢 付的100万元 2020年呢 实现净利润1200万元 公司呢 计划呢 2021年呢 新增的投资资本呢 1000万元 目标资本结构呢 债务权益比为3比7 那就意味着什么呢 这个债务占30% 股东权益呢 占70百 法律规定呢 公司必须按抵减年初累计亏损后的 本年净利润的10%提取公积金 若该公司采取剩余股力政策 2020年发放的现金鼓励收场 所以这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注意一下了 根据这个剩余股力政策的话 我们这里面有些东西都是干扰下 没必要管它 我们说按照剩余股力分配政策的话 就意味着 你满足未来投资的资本需要 未来投资多少呢 未来投资1000万 这个数要用的 按照目标资本结构的话呢 就意味着这里面的70%应该高权益资本 而且权益资本呢 优先是从当期的净利润里面来满足 是吧 所以你就会发现我们用的这个数据不就是这么三个数吗 没问题吧 那我们说这个1000万的70% 那就意味着有700万 对吧 而我们这块的净利润呢 是1200万 好了 1200万满足了我们权益资本之后 剩下的就进行股力分配呗 多少呢 那不就是500万了吗 给你的盈益攻击提起呀 还有年初的这个累积亏损呢 跟他们毛缓也没有 在我们的剩余股力分配症的概念里面 根本就不说这个事情 对吧 可能我们有的同学还在想 哎呀 那提起那个盈益攻击在哪呢 那你要注意 盈益攻击的提起不都在留村里面待着呢 没问题吧 都在留村里面待着呢 那么所谓留村什么 留村不就是这个70%部分吗 是吧 好了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说正确选项怎么样 就是定选项 接下来的我们来看一下呢 固定股力或者是稳定增长的股力政策 什么是固定股力政策呢 你比如说公司说了啊 这个每年呢 这个发放的这个先进股力 比如说每股是两块钱 按照这个水平怎么样 就一直发放下去了 这个在一段时间之后啊 发现怎么样 这个公司这个业绩开始有一个上升 而且呢 将来发生逆转的可能性不太大 所以说以后怎么样 我就保证了 这个每股呢 是2.5元的这个先进股力 又开始一直稳定下去 那么这种股力的政策 我们就叫做固定股力政策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这里面还有个什么呢 叫稳定增长股力政策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公司规定了 每年的这个股力的发放额呢 是在上一年的 技术上怎么样 每年都是增长5% 你比如说 这个2021年哈 这个每股股力呢 比如说为两块 那你说2022年的时候 多少呢 那2022年的时候呢 那就是两块乘上一加5%呗 那23年的时候呢 应该在2022年级上 再乘上一加5%呗 依次类推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稳定增长的这个股力政策 有一个稳定增长率 所以说你把这些概念搞清楚之后 让你去计算的股力支付额 应该不是什么难事 是吧 那接下来 这个固定或者是稳定增长的股力政策 有什么优点 有什么不足地方呢 我们首先呢 来看这个优点 他说呢 可以消除投资者内心的不确定性 为啥呀 你比如说我实行的是固定股力政策 每年都是每股两块 每股两块 你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是不是 再比如说呢 我们这个股力的增长率 每年都按照百分之五来增长 那你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所以说可以消除他的内心的不确定 而且呢 还能够传递一个什么信息呢 公司精英的业绩比较正常啊 你看 每年都可以按照一个固定的股力和发放 另外呢 如果说我实行的是稳定增长的股力政策的话 还能够提供什么 公司未来啊 是稳定增长的态势啊 所以说公司形象比较好 那公司形象比较好 那就意味着 这投资者对公司未来就比较有信心了 对吧 而且呢 我们说作为这个公司股东来讲的话 他自己都能清楚 你看 我持有这么多股票 我未来能够拿到多少股力 都很清楚 未来能够拿到这么多股力 然后我如何来卖支出 我也很明白 有利于投资者怎么样 安排这个股力的收入和支出问题 我们说作为这种固定股力 或者稳定增长股力政策 他这个制定预计 我们说的 是一鸟在手理论 因为股东怎么样 比较偏好于 拿到更多的现金股力嘛 另外呢 他这里提到了 也是一个股力信号理论 能够怎么样 能够传递一种什么信息呢 公司经营业绩比较稳定 公司未来是有稳定增长 这不就是一个信号理论吗 那再看一看 有啥不足地方呢 一个不足 股力的支付 和你公司的这个净利润是脱节的 你公司这个业绩好 支付这个稳定股力 或者是按照稳定增长率的支付股力 那都没问题 不会有压力 一旦你这个业绩不太好的时候 那就怎么样 就会有一个支付的压力 容易造成资金的这种断缺 该支付的股力支付不了是吧 另外呢 你按照这种方法去支付股力的时候 你这个资本结构 未必是最优的 你资本结构未必是最优的话 就意味着你的资本成本 那就不一定是最低了 你看关键点能清楚了吧 那我们说呢 对于这种啊 这个优缺点的 这个文字性的说明 或者说呢 我们讲这个简达性的东西 你不需要一字不插去背它 一定把那些关键的那些要点 把它这个说清楚就行了 我们有的东西善于背 一字不插那么避忍去背 不要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 是吧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呢 这个固定股力 或者是稳定增长股力政策 它适用什么样的企业呢 如果说你这企业怎么样 这个盈利比较充裕 而且呢 这个盈利也比较稳定 处在一个成熟阶段 没有那么个大起大落 没那么大波动 而且呢 我们将来呢 也没有一个大规模的扩张了 资金需要量也比较少 这时候怎么样 我就可以采用这样的估计政策 如果从这个企业的 这个发展的生命周期 初创成长成熟衰退 这么四个阶段吧 那么如果说你这企业怎么样 正好是处于这个成长阶段呢 稳步在上升 是吧 那这时候怎么样 企业将来越来越好 收益越来越多 那你就可以采用 稳定增长的股力政策 如果说是处于这种成设决断了 各方面都已经定了形了 没有什么上升空间了 这时候怎么样 你就可以采用这种固定的股力政策吧 每股两块 一直 发放下去了 把这个适用的这种情形把它注意一下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固定股力支付率政策 比如说我们这个固定的股力支付率 那假如30% 那好了 现在告诉你了 2021年 比如说告诉你这个净利润 多少呢 净利润比如说800万 那你说应该分多少股力呢 那就是800万的30% 38240万 那就是股力的支付额 那我们说呢 作为这种固定股力支付率政策 它有什么样的好处 有什么样的不足呢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好处呢 我们说 你这个股力支付的多少 跟你公司的这种盈余状况有关系 是不是 那你净利润多 你就多分点呗 净利润少就少分点呗 你比如说我这个净利润怎么样 变成1000万了 那1000万的话 你成30% 那就是分300万呗 水涨船高嘛 你看它和那个固定的股力 股力支付政策就不一样了吧 固定股力支付政策就是不管你盈利多盈利少 都分固定数 这个跟它不一样 不足的地方呢 由于你这个每年的这个净利润呢 它是不稳定的 是不是 有高有低 然后呢 你乘上一个固定的30%怎么样 你分的股力额就有多有少 给人感觉不稳定 不稳定的话 就意味着这个风险比较高了 所以说怎么样 那股票价格就会怎么样 这个不高不低 是吧 这个应该不复杂吧 接下来看个题 这是公司呢 采用固定股力支付力政策的时候 考虑的理由是什么呀 采用这个固定股力支付力政策 你注意什么 就是按照你这个盈利的一定百分比来发放的 所以说怎么样 能够使你的股力的这个支付 和你的公司的盈利能够紧密的结合 是吧 水涨创高 没有那么大的支付压力 这是他考虑的一个问题 所以说怎么样 正经选项应该是D选项了 那么这里面的这个B 说维持目标资本结构 C是保持较低的资本成本 这两个怎么样 这两个我们说应该是 这个剩余股力政策嘛 它的一个考虑的角度 稳定股票市场价格 这个应该是采用的是 固定的一个股力支付政策 是吧 你看法刀的关键的要点要搞清楚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低正常股力加额外股力政策 那我们来熟悉一下它什么意思 比如说那公司在正常的经营年份怎么样 比如说这个美股给你一块钱的限制股力 经营再不好我也给你这么多 比如说第一年给你这么多 然后第二年怎么样我也给你这么多 然后第三年怎么样我还给你这么多 美股都是低正常股力一块 第四年的时候怎么样发现这个业绩好了 那好了我再给你发放一些额外股力 比如说额外股力多少呢 比如说额外股力是每股给你加了0.5 那好了 那就第四年的时候呢我就给你一块五 然后怎么样 第五年还不错我还给你一块五 然后呢第六年的时候我还给你一块五 那你这时候想一想啊 哎发现呢连给三年之后 这个业绩不太好了 怎么办 我又给你一块了 那么这时候你就会发现是什么情况 前面都给你美股一块的时候 你没有别的想法 因为第一正常股力就是美股一块嘛 然后呢我们说从第四年第五年第六年这三年呢 给你了一块五 然后第七年的时候又给一块了 连着给了三年的一块五 你有啥想法啊 你就认为美股的股力就是一块五是吧 你那个时候就不会再想了 那个五毛是别人给你额外的 然后到后边再给你一块钱的时候 你心里都承受不了了 啊公司不行了 赶紧把股票卖了吧 结果就会导致股票价格下降 所以说这时候会发现什么情况呢 用这种鼓励支付政策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那个额外的鼓励 你不能够连续多年给它的相等金额 如果连续多年给相等金额 那么它就会看成是它的影响的份额 是吧 你比如说第四年的时候 我不给你一块五 我给你多少呢 我给你这个一块一 多个一毛 然后呢 第五年的时候怎么样 哎 这块我给你个一块三 美吧 挺美 因为一看到啊 都是在一块钱基础上加过来的嘛 挺舒服 是吧 然后比如说这个 到这块的时候 我也不给你一块五 我就怎么样 我就给你一块二 美不 你还挺美 另外两毛也是额外给的呀 虽然少点吧 也是肉啊 你看 你如果这么来发放的话 这个投资者都会很感恩 是吧 你看看 公司还是很手心用的呀 低智能鼓励 每年都有 B保证呢 额外鼓励 你看看 一毛 三毛 两毛 多好啊 所以这样的公司 我们不能把它股票卖了 注意到里面吧 那总体算下来的话怎么样 哎 你看看 我支付的先进股励 总额还没这么多 但是让股东都很高兴 所以这是我们在使用这种鼓励政策的时候 要特别关注地方 那我们说你使用这种鼓励政策的话呢 他说一个有比较大的灵活性 这个灵活性怎么体现出来的呢 那就意味着你的额外鼓励给的多和少 是和你的公司的这个业绩有关系 是吧 那么你这个公司业绩好的时候呢 我额外鼓励就可以多更一点 如果说这个业绩不太好的时候呢 额外鼓励就可以少更一点 是吧 但是最基本上来讲的话 我们最普通状态 还可以一个低这张鼓励的嘛 所以说呢 这种鼓励政策怎么样 他说有利于这个公司股价的稳定 作为这个公司股东怎么样 对公司未来也是比较有信心的 是吧 你看额外鼓励总给你一点 心里美滋滋的 是吧 那么另外呢 这里面也提到了 作为这种鼓励政策的话呢 如果说你这股东 是把这个鼓励作为你主要收入来源的时候怎么样 他就会比较喜欢这样的鼓励政策吧 低这张鼓励能保证 额外鼓励还随时给你补充点 他就比较喜欢这样的公司股票了 是吧 好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个题 下列呢 关于鼓励政策的说法中 正确的有 A选项 采用剩余股励政策呢 可以保持理想资本结构 是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最低 这就是剩余股励政策的优点吧 这个表述正确的 选项 采用固定股利支付率政策呢 他说可以使股利和公司的盈利能够紧密的配合 但不利于稳定股票价格 表示没问题的吧 因为你这个公司的净利润呢 每年有多有少 乘上一个固定的股率支付率的话呢 你这个每年的股率呢 就会波动 就会导致股价波动吧 所以很一样 采用固定股利或稳定增长股利政策的时候呢 他说当盈利较低的时候 容易导致公司资金短缺 增加公司风险 这没问题的是吧 也就是说你这个股利的支付额和你的盈利是脱节的 是吧 逆选项 采用低利润股利加额外股利政策的时候呢 股利和盈利不匹配 不利于增强股东对公司信心 我们说这错了吧 我们说在公司经营不景气的时候呢 我们说怎么样 也给你一个低利润股利嘛 然后公司业绩好的时候呢 再给你补充上额外股利 应该说股东对公司未来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那让我们选的正确的 那就是ABC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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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